新田救密城將會在星期二結業 商鋪已經十七九空 有特色商戶成為最後的打卡景點 葉妙去看過 救密城開了三年多 人流一日少過一日 來到最後一個週末 攤位遊戲關掉 大部分商戶已經搬走 這間還在這裡的商戶 因為外場仿笑日本動漫電影場景 成為了場內最熱鬧的景點 不少人專程過來打卡 很少地方可以讓車進入 然後又任影 都不捨得的 因為我之前駕過另一部車來這裡 之後都不能再假裝去日本拍這個場景 因為經常來這裡 沒有了這個位置就好像有點失落 這裡其實令我們乘單車的人很方便 有時候在這裡落一落腳 去洗手間和在這裡吃飯 新田舊密城開業初期 大部分都是連鎖服裝和藥妝店 希望分流北區的內地旅客 但場面一直冷清 店舖搬走之後 逐漸成為車迷的集中地 由專業汽車攝影公司半年前進駐 說本身生意都不錯 一個月前獲通知要找地方搬 因為這裡地方比較大 而且這裡樓底可以做高一點 裡面那盞燈我們可以吊高一點 光可以打得範圍大一點 所以可以容納到車 因為我們製造那些車 有些車比較特別 特別在他們不能經常在路面走 有時候比較好的車 就會拖過來這裡進去拍照 所以在外面很難找地方做到這樣 場內還有幾間食市開門做生意 有負責人說 這兩天多了熟客回來光顧 會做到星期二晚 最後一刻才搬走 有線電視記者葉苗